袁莎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女明星 曾是于正的御用女主 也曾宏极一时 后来不知她和于正有矛盾 还是本身演技欠缺的问题 于正不在和她合作后 袁莎莎也慢慢沉寂 这些年她有上过几个综艺 但是作品也在逐年减少 近日 网上爆出袁莎莎为最美中国系录制的宣传视频 袁莎莎尽照可以说是大变样 很多网友在看到视频的时候都没有认出是袁莎莎 以为是哪个网红之类的人物 甚至还有网友把她认成了柳妍 视频中 袁莎莎身穿一件绿色的花色裙子 打扮倒是很靓丽 但是袁莎莎的模样确实大变样 已经几乎没有之前的模样了 以前袁莎莎是眼睛视偏缘的像性和眼 但是现在她的眼睛已经是偏长和扁 再就是面部 以前袁莎莎的脸型还是比较偏圆 脸颊薄满有肉 笑起来脸上还有梨窝 整个人脸上线条是比较柔和的 但现在脸颊瘦了很多 脸直接小了一圈 下巴也变得越发尖尖的 脸部僵硬 尤其是笑起来苹果肌的位置很不自然十分僵硬 尤其是鼻子变得特别的尖和翘 但是鼻翼却十分的宽 嘴巴笑起来还有些轻微向左歪斜 整个脸一看就感觉很别扭 像是拼凑出来的五官 一点都不搭 有些网友直呼袁莎莎现在的脸很吓人 更是质疑袁莎莎是整容整过头了 一看看上去完全认不出来这是袁莎莎 其实袁莎莎疑似整容的传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之前网上就曾多次出现过 之前和开心麻花一起合作话剧的时候 就曾被质疑整容 因为以前的袁莎莎看上去十分的面善 但是现在袁莎莎看上去有棱有角 有些尖锐 对于袁莎莎是否整容这件事情 网上时常产生质疑 但是一直没有实证证明此事 但是袁莎莎模样变化确实有目共睹的 这次网友们在看到袁莎莎的近照后 虽然没认出是袁莎莎 但是很多网友觉得她现在的模样直接撞脸留言 还有的说越来越像网红脸 反正说什么都有 就是没几个说她和以前一样的 至于究竟是不是整容导致这的情况 只能说大家都有评判 就不再多说 如今袁莎莎已经35岁 这个年龄其实在娱乐圈正式发展事业的年龄 只是袁莎莎近些年的资源并不是很好 作品很少只是在综艺上露露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开愚症的原因 本来有大好的前程 可惜没抓住 咱们这些小偶尽就在一起 太阶不清 后果感受